大家好,我叫Eric 那上面有我的基本介紹 但我沒有要照上面講 我就直接講我怎麼加入這個善根 善根的創本人 他是叫做一位叫江鳳年的董事長 那因為我本身 其實有經營一間叫做 籃球部落的公司 那因為跟林舒豪比較有一些親密的接觸 就是我在 不是不要亂講 多親密 就是當他來台灣的時候 我都會在他旁邊跟著他做 好親密啊,太親密了 對,包含他訓練啊,流汗的時候 還是很辛苦的時候 所以在他身上我看到一個就是 即使像他 在他成名成為一個NBA巨星之前 其實他就已經做了一些 很小的事情 他很努力的訓練,直到有一天他被世界看見 所以當我看到他在 2012年在紐約尼克獲得了 就是林森安提發酵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原來我們離世界 其實沒有那麼的遙遠 對,那當他親密片出來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在台灣其實有很多 國高中生大學生他並沒有機會看到 這部影片,所以我們就跟 跟那個江洞年董事長爭取說 可不可以把影片放到 國高中去尋回 那我們本來一開始打斷放三場 因為畢竟這個人力物力資源 都有限的情況下,但當我們跑完三場 然後發現學生給我們回饋非常的驚人 因為他們可能 有些學校,偏鄉學校 他們一輩子都沒有看到一個 外面的人,然後跑他們學校去 放一個有意義的電影 他們可能一開始的夢想就只是說 畢業以後,然後就在家裡的附近 做一些打空的動作 但當我們放完以後,居然有學生跟我們說 他的夢想是成為一個插畫家 或者是當一個國際型的球星 但這比較難啦,但是我是覺得 雖然我們現在在學習的路上 就是我們很多伙伴都提供學習資源 但我覺得在學生那邊他們可能需要的 也許是一個 有目標的夢想 讓他們願意去學習,所以我們就開始了這個 巡迴 結束嗎? 謝謝,謝謝我們的 Eric總監,謝謝 謝謝,謝謝 要不要回來 在這邊嗎?好 那接下來呢,我們也要 我們剛剛聽到Eric分享他的故事嘛 就是跟林舒豪有一些互動 接下來他創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為台灣的孩子 那接下來呢 我們善根365的副總監Stanley 他也是一個創造可能性的人 來歡迎他來介紹一下他的故事 好,那各位同學 跟NPO NGO還有所有的來賓大家好 那我是有兩個身份 一個是善根365的副總監 那另外一個是酷皮高校制的雜誌社社長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雜誌 那這是我們的刊物 我們已經創立了 創業已經四年多的時間 那其實一開始的時候呢 是因為我在高中的時候 然後 因緣機會之下去進了教會 後來我發現在教會裡面 會產生很多很棒的一些 很好的想法 而且當我們嘗試去做一些善事 或做一些公益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人生整個改觀 因為我在我15歲之前 我是一個非常悲劇的人 我是一個非常 很有仇恨啊 然後很多負面思想的人 可是當我去了教會之後 我發現我整個人 變成很大的改變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我今天可以做一本刊物 或一個媒體 透過一個正向的東西 去影響學生的話 那很多學生 他在這個時間點 接觸這樣的東西 他的價值觀 他的各方面 會很快會改善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創造一本不錯的刊物的話 或許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在四年多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本雜誌叫高校制 難道今天這個時間 我不敢說 我們是全南灣最厲害 最厲害的校園雜誌 但是我們可以說 其實我們影響力還不錯 而且在很多學生 都知道我們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很快的 把一些價值觀傳遞給他們 那今天也很高興 因為其實我加入上根沒有很久 那也是因為 Eric的介紹 然後引進 把我引導過來這樣子 那其實他蠻厲害的 因為他 他只有小4歲這樣子 對 那他25歲而已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來這個地方 我們要的並不是他 年紀多大 而是說 我們今天一群年輕人 願不願意投身公益 投身在這個地方 那最後簡單講一下 我們善根一個小小的理念 因為我們覺得說 其實這次太陽花學運之後 大家都會發現 其實學生影響力是很大的 不管是在 不管在媒體的煽動力 在他的輿論的能力上面 在各方面 其實他是很有影響力的 那如果說今天 在取影響力 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 比如說今天我們希望 創造一個新的學運 而這個學運 並不是要不一定 是要走上街頭上面去 然後坐在那個地方 而是把這個學生的力量 學生的運動 帶到台灣的各個角落去 那如果說今天 還有很多在場的NPO NGO 你們可能都是屬於一股 很強大的力量 但是可能 只有一個人 單打獨鬥的話很辛苦 所以我們善根 我們希望能夠讓更多的學生 參與這樣的活動 所以等一下 Eric會透過我們的一些介紹 告訴大家說 如果你們是很有想法 跟我們一樣 希望能夠讓更多的年輕人 能夠起來做公益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 一起協助大家 或一起幫忙合作的方式 讓這麼多的公益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好 那我先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的Stanley 謝謝 那我就正式介紹一下 那善根 那善根到底在做什麼 那這是我們的一個理念 就是其實善根 它有做兩個地方 就是一個是 我們會協助一些公益組織 或者是 有想法 有想要 創造一些改變的一些 因為有些可能是 學生他自己自發性 那他可能缺乏一個 發生的聲 那個聲道 欸不是這樣講 這是媒體的渠道 那我現在正在建立這個渠道 它是比較正向力量的部分 那第二個地方就是 我們會去各個學校跟學生比較深度的接觸 那我們的善根的slogan 其實是從最小地方找到最大的價值 那開始就有翻轉的可能 因為我們希望讓每個學生 或者是我們自己 可能都已經是成年人了 其實我們心中可能都會有一個夢想 那我們希望從開始以後就可以 開始創造這個夢想的路上 那可以下一頁 那我們善根主要做的六個東西 一個是志工美和品牌 那這個東西我稍微會介紹 然後we watch校園長其實就是我們在校園 我們目前已經跑了67所 60幾所的校園的巡迴公播 那我們今年預計是要跑500所 那社群經營跟實體活動 還有虛擬活動的部分 其實是我們比較擅長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過去在經營一些 實體跟虛擬的活動 跟網路活動 在傳遞一些影響力部分 是我們比較擅長的 那大專社團合作夥伴的部分 其實是我們在早上的時候 其實我們每隔兩週就會有一個志工大會 那志工大會的對象其實就是 各個學校其實大學生他們都一些服務性社團 那他們可能很有理想在想要做一些他們關注的事情 那我們是希望說如果說大家 大家在學生時代就已經養成了做工藝的習慣 我們希望就是透過我們的力量可以讓他們可以做更久 或者是做得更大 對 那我們做什麼 左邊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志工沒有平衡 那他的概念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們其實知道說 如果是一個一個人他突然想要做做工藝的事情 他如果一時之間不知道要到底要做什麼 他可能會選擇最最簡單 或者是他第一個聽到的這個工藝組織 譬如說國高中生他可能常常 像尤其是最近在國教改以後 他是12年國教以後 他其實都需要做一些服務性時數的服務 在在學校畢業之前 那我們是希望說 以往可能這些國高中生他不知道說 他這兩個小時四個小時服務主 他到底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可能會隨便選擇一個 可能在一個六日 然後全部人就衝到我們一個地方 然後做同一件不知道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志工媒體 可以把NGONPO他們可能有一些志工的需求 把它PO到網路上 那另外一方面 國高中生或者是大學生 甚至社會人士 他今天想要做工藝的事情的時候 他可以在這個網站上做一些媒合 找到彼此需要或者是需要 真正需要幫助的地方 而不是說可能以往他是為了做而做 可能他不知道到底是要做什麼事情 對那其實就是解決一個資訊不對稱 在公益公益團體的這部分 那右邊這邊其實是 這個是右邊的左邊 右邊對實體互動的部分 其實就是我們在 我們持續在各個校園裡面放電影 還有電影放完我們做一些講座活動 我們去的時候可能譬如說一個半小時我們是去放 放林說的紀錄片的電影 或者是我們第二部電影是逆光飛翔 我們的電影曲頭其實都是比較 勵志或正向的部分 希望讓孩子們就是看到以後覺得 其實他們自己也是很有希望的 對那當他看完以後我們會 搭配一些講座去介紹說 譬如說我們會請一光飛翔主角去分享說 他在拍這部電影 或者他的人生經歷上他是怎麼去努力的 那我們是希望當這件事情能夠成為 每個學期每個學校都會有一次的時候 我們希望透過這種方式把我們的夢想的種子 散播到他們的腦袋裡面 那也許這樣可以進而長遠的影響他們在 不管是學習的動機啊還是人生的志向上 都能夠一些影響 那我這邊看一下我們在校園 校園影展的一些花絮 中文字幕提供 照片 福音垷 生命 照片 對,那其實我們在WeWatch校園展的時候,我們其實受到很多大學社團的幫助,因為其實光憑我們幾個小毛頭的力量,可能今天要跑到很多地方,有時候我們甚至一個下午就同時要在四五個學校去播放,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不管是交通上還是說人力上都有一些吃力,所以我們現在也是積極在各個大學院校去,希望就是他們在當地的大學生去幫助國高中生做一個巡迴的活動,那我們下一支看一下那個林思浩給我們的鼓勵。 大家好,我是林思浩,謝謝你們來看林書浩旋逢這部電影,希望我們遇到困難時,記得祷告,藉著耶穌的能力,可以幫助我們繼續堅持和努力。 也謝謝三根三六五辦的這個活動,讓更多人可以看見這部紀錄片,謝謝。 那其實林書浩他本人非常支持我們在做這個活動,因為他其實在他的奮鬥歷程上,其實在台灣他一開始上映的時候沒有太多的票房,對老實講就是沒有太多票房,可是就是他希望他的影響力,他不是為了賺錢而去拍這支這個紀錄片,他是希望透過這東西可以讓更多人能夠學習他的精神,然後讓台灣能夠 有一些小小的翻轉。 那其實我們在網路上,其實像右邊這個是我們,左邊這個是我們一直在做一些就是志工募集的活動,其實我們在網路上會持續每季都會辦一些活動,那我們是希望說,以往可能是壞事傳千里,然後好事都放在心裡,可是我們希望就是未來就是,當大家做一件好事的時候,透過社群的力量,透過他自己的分享,能夠讓更多人知道說,其實你身邊的這個,也許只是一個同事或者是同學,他其實有些小小的翻轉。 他其實已經做了這麼多善事的部分,那能夠影響他去改變他的行為,那其實像我們,我們後來發現,以往可能工藝可能都很多明星站台,但是我們發現其實素人當他去講一個故事的時候,我們其實這種一篇文章是,產生了八千世的分享。 那八千世分享就是,我們覺得非常的驚豔啦,因為他其實不是一個很有名的人,他做的事情也許也沒有說,真的真的到可以改變台灣,或者是可以翻轉很多很多人的事情。 可是,當他開始做這件事情,其實他身邊的人是給他很正向的鼓勵,我覺得像這種,有點蝴蝶效應的感覺,如果說他可以在360天每個人做一件事情的時候,都開始發酵的時候,我們覺得那會是一個長久,對台灣影響力很大的一個行為。 那右邊這個就是我們在長期都是,接下來每個月的月底都會開始舉辦,像今天這種講座,那其實我們為什麼要辦這個講座用意其實是,因為其實善根的,我們的未來會發展的志工沒有平台,我們上面是希望就是,能夠幫助NPO,NPO他今天要找志工,或者是需要任何的媒體上宣傳的時候,我們可以去免費的去幫助這個行為。 因為我們是希望,當我們如果在不管是教育啊,還是說,譬如說像主持人可能是,針對環境比較有議題的,各個各個公益團體,都可以跟我們做一些配合。 那我們配合的方式其實很簡單,就是當你們有任何的需要志工,或者是需要很多人知道的,譬如說募款啊,或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幫助你們,讓更多人看到這個訊息。 那對我們來說,這就是舉辦這個講座,先把大家聚在一起交流說,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忙大家的,那大家可以,稍後可以跟我們一起 討論。 對,那這是我們在網路上的力量,其實我們自己在經營的是3跟365的頻道,我們現在目前是,將近兩萬三千個粉絲,那其實其中很多,很大多數都是大學生,國高中生比較多。 對,那這另外一個是我們很友好的,他叫做,我挺公平的,我幫你,其實應該大家如果在譬如說看,會發現這份啊,他其實動員力非常強大,那他也是我們友好的夥伴,也就是說,如果未來大家需要媒體上的發佈,或者是,讓更多人知道說,你們有活動在進行花絮的時候,那我覺得,你們都可以把訊息配置給我們。 我們基本上沒有任何意外的話,就是一定會幫助大家,讓更多人看到你們的訊息。那下一頁。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比較針對大學,大學社團的部分,那我這邊講的比較快,是因為早上我們之後,我們其實真正大社團已經有一個比較正式的講座,那比較簡單的方案是因為,下一頁。 就是接下來我們會到各個台灣,台灣的各個點,我們都會有我們的據點,對,那每個地方都會有我們的大學生的社團來幫助我們做一些三更即將要執行的事情。 那我們是希望說透過,這個獎金可能不是說真的很高啦,但我們希望就是讓大家在做服務的時候能夠至少交通費啊,或者是肚子甜得飽去執行,那如果這樣子能夠做到的話,我們覺得就很開心了,對。 那這部分的話,我們可以就也往下再看,對,那這邊的話,其實就是像很多服務性社團,他們可能其實本身都會有自己的一些活動,那我們是希望說,因為我們不是希望大家就是不做自己本來有興趣,而是去做三更的活動,因為我們其實長期下來看,三更他自己不會去執行比較,任何一個專業領域,他做得太深度了。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當大家自己有,譬如說服務性社團,他可能有一些環境的議題要去做,或者是他可能想要去某個學校做一些教導小朋友的時候,我們可以做一些實質上的援助啦,對。 那這個會比較細,所以我們也可以,之後再討論,對。 那我這邊的話,可以跟大家大概聊一下,就是,如果稍後,譬如說基金會,或者是NPO NGO,有任何問題的話,我們在樓上都會有我們的副總監,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討論。 因為其實,每個NPO NGO,他們的需求可能是不太一樣的,所以,到時候都可以跟Stanley討論。 那社團如果有,早上沒有來的同學,他其實等一下,可以找這位比較重碩的,的哥哥,對。 從委,可以再做一些討論。那,接下來就請大家,就是,享受今天的交流會議,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